星爷 我说你是他前辈啊 什么叫星爷 他说 咦 有个肚腩哦 合哪家的 就是好没礼貌啊 谁能想到 这位老头当年能有这么厉害 在被主持人问道 听说他当年能够以一敌十 梁小龙直言 别说以一敌十 就连以一敌十五都是有的 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 都有些难以执行 梁小龙竟然还有这样的实力 那个时候香港十分混乱 中国人一直深受欺负 社会逼迫使他不得不靠打架来问世 而也正是因此 他被导演看上 自此走上了演员的道路 在遭到他人的报复时 他不幸被捅了十一道 虽说身负重伤 但对方也好不了哪去 可惜的是 由于对方身份问题 他一直不能将拿他们的地方 在那样不公正的情形下 梁小龙向十四K的老大臣会名求助 有了这位大哥的庇佑 梁小龙这才可以放心地投入到拍摄中 直到功夫这部电影问世 梁小龙还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因为火云邪神这一脚比较惊艳 无人能够超越 与此同时 他也被外界表示是被周星赤捧 对于这件事 他提出反对一点 并且表示自己可以拍公 完全是给对方一个面子 虽说他借着该电影大红大红 但当时因为片头问题 也一度困扰着自己 由于没有预先商定报酬 他拍完戏后才知道 报酬只有五十万港币 从清晨六点到深夜辛苦工作 换来的却是这么少的一笔钱 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更让他感到恼火的是 在此之后周星驰三年 都没有给他一部戏 相反自己拍一部电影 还得给周星驰公司三成的提成 虽说他之后曾受邀出演新片 可星爷的高强度拍摄 令他难以接受 因而便选择了拒绝 之后在被分享剧组幕后故事时 他直言如果不是面对着镜头 自己恐怕都碰住 有想到粗口的冲动 可不管怎么说 他能有今天的成就 还是有新爷的功劳 我还是这句话 没有周星驰的话 十几亿的中国人都不会认识我这个华夫人 唐博夫点秋香是周星驰的经典制作 其中令大家记忆有形的 少不了华夫人一脚 幽默又不失威严的她 给大家制造了不少笑点 可谁能想到在此之前 郑佩佩身陷人生低谷 不仅豪门梦破碎 生活还落得了一地鸡毛 当初她为了出演华夫人这个主持 顾兮估出了老师的期望 被众人骂了的狗血盆头 哪里却也因此活了起来 她万万没有想到 一鸣打星居然也能够扮演喜剧角色 那个时候星爷觉得 她的表现比巩俐更为出彩 因而便将女主角的大部分戏份都交给了她 也便创造出了含笑半步颠这一经典画面 这 区区一个含笑半步颠 会拿得倒我吗 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事实上这一戏份是周星驰临时起义加上去 虽说这句话表面貌似十分轻松 但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念台词必须要快速有幽默感 同时还要有节奏 不能发生任何的失误 而这也便塑造了经典画面 多年以后郑佩佩在一次访谈中 对周星驰有过这样的评价 她说星爷是他合作过的最认真最敬业的老年 对于这一点 自己很是佩服 她称赞星爷是个很厉害的人 如果不是星爷的话 也便不会有后来的郑佩佩 但因为她平日里沉默广 只会与自己讨论电影以外的事情 所以两人至今为止只是合作伙伴 除了演戏没有别的交情 我猪肉老何尚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 周星驰选演员有多刁钻 从猪肉老和酱豹的跳舞戏份中便能看出 其中充满了艺术成分 那个时候 由于助理田启文临时也及时 星爷只能将杨能叫到地主 为其端茶动手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机会 让其出演了猪肉老一家 本来影片中是没有这一角色 可星爷越拍越觉得剧情有些乱 便临时起意修改了剧 杨能直言星爷喜欢外光伤 即便自己长得不够丑 他也会将其整个男看到不忍之事 并且星爷为了让他尽情释放自己 还手把手教他怎么扭要跳舞 其实杨能心里还十分紧张 毕竟自己从来没有演过戏 更别提跳这么妖娆的舞蹈 不过为了电影效果考虑 他干脆不顾形象开始扭了起来 随着动作左右摇摆 杨能腰部的肥肉也跟着开启头 站在摄影机背后的周星属健壮 顿时笑得前仰后悔 而对于星爷是骗场暴君一说 杨能坎嬴周星石说起脏话来 一确令人胆战心 可他并不是在骂你 而是针对你表演而言 他觉得你的表现根本没有达到他的标准 遇到这种事 你只需要向他诚恳地道的钱 星爷便也不再与你记得 可倘若你一直执迷不误之错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在杨能心中 周星驰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只要合作过后 他便会与你成为豪女 但他公私分离 工作是搭档 私下是朋友 不得不承认 星爷的电影中没有准备之分 即便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也有一定的戏性 星爷只会让小人物变得共识欢迎 对此大家觉得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